在同一 Wave 中, 除了工程機外, 另一款就是這一套 它的賣點就是讓一切燃燒成灰準 充滿新鮮感的一組, 比起過往的產品相比 火槍之外還有一個追擊手 追擊手的造型相當鮮明 這次很特別, 採用了珍布的物料去做它的外觀 火槍兵的造型和外觀都不是搬自過, 只用舊版就算了 是完全新規的造型 除了它有遠程武器之外 它還附帶噴火的發射包 在造型上不錯, 它有喉管連接著發射器 前面這個部件是用來掛在空前面的 兩支屬於長距離或中距離的來覆槍 又看到有一個招準器 應該屬於兩個噴火兵 這支手槍只有一支, 應該屬於追擊手 紅外線型的手槍有兩支 更加肯定屬於火焰兵 這個布料絕對是今次的焦點之一 這支手槍有兩支 我先還原它 你拆了包裝之前 這個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將它完整地打開之後 狀況就是這樣的 網狀型這個都可以打開 不過就要小心地處理 如果太粗暴的話 可能會造成損耗和損壞 這支這麼大支 就是屬於追擊手的追擊槍 配置了收納的插頭位 另外還有一個支架 比例上看下去 我覺得都很不錯 整件事都很棒 至於各種關節和可動量力上 三者是完全共通的 唯一的分別就是造型上的分別 如果穿了避彈衣 功能衣 就會妨礙到胸關節 我會示範給大家看看 正常是可以怎樣的 正常是可以怎樣的 對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看 我們這支架 努力的 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 我們回到焦點,實際上這塊是沒有一個指定的造型 在這裏我示範一下我自己做的造型 把整塊打開後,我們就在V字位置踏在肩膊上至頸位置 布料採用爪模特性,所以重疊時可以造成緊密的狀態 像快網一樣,你可以選擇經過頭穿進頸位置 實際上可以把頭穿進去再組裝 另一個方法,我比較喜歡將它對摺 然後鋪在上面,摺在胸前和背後 現在試試裝一下噴火背件包 在裝之前,你只要把頭穿進去,不夠位置過 在背包的空間,這個配件位置 寫著F字,代表著Frame,火焰 最後我們就試磁槍狀態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大家好,我是Stanley B to 5 的宣語戰爭的新產品,就分享完結 這個很動人偶,配上軍事味道 實在是魅力沒法黨,是否這樣說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你訂閱,追隨和like 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MING PAO TORONTO